欢迎收看3月30日的明报5点半新闻直播 你一元越来越远,Dolarama要买5元产品 不用同银有肌肤接触,Tim Morton推出了全自动Drive-Thru 安产今天的主演人数增加至778人 少过昨天的790人少少 但就价一个礼拜前增加了13% 而ICU人数有165人和昨天相同 新增国安方面,安省有2814宗 多伦多是734宗,若区109宗,皮医区167宗 很多专家都说第六波疫情已经开始了 今天安省的新增阳性国安数目 是自2月中以来的高位,有2814宗 当中1530人打了三针,773人打了两针 312人没打过针 剩下的199人没有接种纪录 多伦多市长庄德利在今早的时候说 首席医疗官德维拉医生和其他医疗专家 早前预测随着放宽防疫措施,感染国安将会增加 而现在情况和预测吻合 安省新冠病毒科学贯民小组的科学总监有利新疾估计 提回废水中的病毒水平,安省现在每天的新增个案 三万至三万五中之间 不过实际国安数字几乎是估计不到,因为安省的核酸检测 仍然有很大的限制 他强烈说,现在很难知道这波疫情影响将会有多大 而多很多流行病学专家博克瑞医生也说 现在不应该再继续讨论是否将会有新一波疫情 真正的问题应该是,这波疫情会有多大 他鼓励大家继续戴口罩 因为口罩可以降低病毒的传播风险 以及可以令到身内环境更加安全 虽然疫情有回升的迹象 不过安省卫生厅在向传媒发出的一份声明里面 仍然未特别提到,安省现在是否处身一波疫情里面 但是声明就强调说,安省的医院已经会应对疫情做好处准备 声明说,鉴于疫苗接种率高期和自然免疫 加上有抗病毒药物 安省已经有所需的工具来控制病毒带来的影响 又说最新的模型数据显示 医院和医疗系统有能力应对任何预测的情况 以及会影响到处理手术的能力 疫情期间,为人为己 记住保持社交距离 戴口罩,勤洗手,喝多点水,喝干净水 当然是瓦佳的情绪 屋架这么升,每次省选前,政党都会出来说 他们有方法解决问题 结果,省选过后,屋架依然是有声无缸 6月就省选,安省保守党政府今天又出招 说要推出The More Homes for Everyone Act新法案 透过减少由规划到发展过程中的繁文欲折 来加快建屋的速度 方法是由2023年1月1日起 发展商提出建屋申请后 市府必须在45天内回复 不过当安省房屋厅长克拉克被问到 省府到底有没有框架式的目标 或具体建屋数字时,痛痛欠逢 总之就是以呃呃至吾以对 住房负担能力工作小组 敦促省政府制定在未来10年内 要建造150万套新房的目标 建屋的速度是现在的2倍 方法包括减少住房项目的公庭时间 规定住房审批的最后期限 但做不做得到就要各地市政府的配合 偏偏大多地区的郊区城市 似乎对这个建议就不太败 除了加快建屋速度 省府亦对海外买家加辣 将海外买家税由15%提高到20% 范围更由金马体地区扩大到全省范围 今天生效 问题是海外买家税已存在一段时间 但屋价、楼价一样升到彭彭声 其实之前已有报告指出 海外买家令到本地楼房价格飙升 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换言之即使是要背锅 海外买家都应该只背半只 而不是全只 TIME ART 4月16日举行线上拍卖会 TIME ART 专门征扎 收购 代拍卖中国古玩及国际艺术品 免费评估 詳情可致电或浏览网址 真的不要再叫1元店 Dolarama今天说由于通货膨胀 明年会将部分货品的价格升到5元 现在4元是Dolarama 旗下产品设定的最高价格点 这家总部位于满地海的公司一直说 只有竞争对手带头做才会将成本增加 转价给消费者 即使是成本在增加 销售额上升和疫情相关的成本降低 令Dolarama成功继续增加利润 公司的报告说 第四季度 淨收益已经从去年的1.739亿元 或者每股56仙 Lofuse商店的客流量一直在增加 Dolarama总裁兼首席执行长New Rose就说 Dolarama推出最高4元价格点已经超过6年 由那时开始公司一直消化任何上涨成本 他说增加新的价格点能够令公司抵消更高的成本 也都允许他们提供超出价格范围的新产品 随着公司的品牌和实际价格距离越来越远 不少市民就提出公司应该重新订品牌的建议 更好去反映商店商品的价格点 不少人就建议在名字那里加多一个S字 就足以改正越来越具误导性的名称 显然Dolarama不可能因为市民对其价格上涨的关注 就修改公司的名字 但是市民的反应正正是对通货膨胀 生活成本上升带来饥饿的恐惧 我是RD Uptown总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们拥有安省之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RD Uptown是你的首选 多伦多警方星期一的时候 在湖滩区的路边 发现了一个藏有雷尸的垃圾队 警方现在还未能确认死者和疑犯的身份 所以释出了近多有关资料 呼吁市民提供消息 警方公布死者是一个年约20至40岁的女子 前腹式皮肤 身上有明显创伤 而最容易有助辨认的是 死者的指甲查上了特别图案的指甲油 警方说如果在今天星期一按照一点之后 在Eastern Avenue及Berkshire Avenue 即是Leslie二世 见到有人推着超市首推车 在搬车的话 请与警方联络 安省杜兰区Ashbridge 一对老夫妇被诈骗 有人声称指他们赢了数百万元的彩票 结果几百万的奖金就没有了 两个人附生的积蓄 120万反而被人欺骗 更要向朋友借了13万来应急 朋友报警才揭发这件事 记者曾经联络杜兰区的警方 但为了保护这对夫妇的身份 警方拒绝置评 但就提醒市民 很多彩票都规定 得奖人必须是当地省份、州份 又或是各个国家居民 才可以领奖 在加拿大 博彩公司如果以得奖为由 向他人收取费用或税项 均属为法 假设有人赢了一千元 那就是一千元 无需缴付服务费、保险费 甚至什么所谓清关费 警方又表示 任何人如果不确定奖票的有效性 可以事先联络安省酒精及博彩局 又或是加拿大反诈骗中心 总之 老土的说句 如果你都觉得 有没有那么大的甲蜜 随街跳 那就要小心 加拿大最大咖啡连锁快餐店 Tim Hortons 有新产品推出 不过 不是咖啡 而是推出一个全新自动 用无人手接触的Dry-Full服务 而且 这个服务 已在温沙士附近的Tim Hortons 实行中 看来 稍后会推展到全国 Tim Hortons 说 在现在的Dry-Full 会有两条车道 其中一条就是全自动 客人在一个自动打开的食物箱里面 就可以拿走下单的食品和饮料 疫情之中 大家减少接触 这个都是一个好的防御方法 天气报告及油价 由华创公司特约赞助 多伦多今晚的气温弱不到 明天的日间平均气温弱甚至 今晚油价是一个老百 明天预计会再跌一线 现在看看香港新闻 特首林郑月娥今天在抗疫记者会上 承认严格的外防输入措施 影响外资的信心 但她相信香港 仍然在外资赚钱的地方 她说 现在已经再次向各国商会和领事代表 交代解除敢非领的措施 相信外资留意到香港的优势 包括和大陆的资本市场互联互通 而香港最近一年的利得税收增加 买业市场的波动也不大 都是属于信心指标 不过她承认 香港近月人才流失是不真的事实 但是她就说 香港没有具体的移民数据 只有特定时间的流入和流出数据 她说如果传媒把正乙出数据 当成是移民人数是非常不准确 也不应该作为 对香港前景信心的指标 她自出 《优才计划》获批人数 和来港的海外学生增加 都是属于正面指标 深信香港仍然会最优秀的人才 对香港未来前景充满信心 虽然林郑对香港的前景很有信心 但有其他人就有不同的想法 高盛集团的分析师说 由于经济恶化和利率上升重创需求 香港的流价在未来四年将会跌至两成 高盛预计从2022年到2025年 住宅物业价格每年将会跌5个百分比 而之前高盛预测今年流价将会折平 23、24年才会跌5个百分比 然后第二年再度绝稳 高盛说香港和第五波疫情的斗争 在打击这个金融中心 并将会导致第一季度的经济萎缩 由和社交距离规定 加上收入率和借贷成本上升 将会抑制需求 这个将会反映在流价走低内 现在的按揭贷款利率是1.5个百分比 高盛预计到了24年将会升至接近4% 英国最高法院在今日宣布 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和副院长 韦燕德劝着和何志尔劝着 辞去香港中室法院非常任法官职务即时生效 韦燕德在最高法院的声明中说 香港法院对法治的坚持继续被受国际尊重 但是和英国政府共同商讨之后认为 英国最高法院法官很难在不被少为 帮一个背起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政权背书下 继续担任香港中院法官 英国爱上卓韦斯在一份声明中说 欢迎和支持英国最高法院的决定 并重新认为港区国安法破坏香港自由和民主 卓韦斯说情况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英国法院法官已经不可再继续参与香港最高级别法院 并恐怕会合理化打压 有人者认为海外法官参与审讯是体现一国两制的表现 如果香港没英国法官加持 等同摸夺香港紧传的法治有势 便和深圳上海等的大陆城市没分别 大律师公会前主席 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就认为 个别法官辞任和一国两制无关 两人是因为他们国家对中国 怀有敌意而辞职令人遗憾 被问到会不会担心 还有英国的非常法官辞任 汤家华就说 现在十二个海外非常法官里面 有八人是来自英国 除了卫言德和可知之外 其余六人是退休法官 要看看他们可不可以抵御英国的政治压力 汤家华就希望 唯言德和可知之外 不会带来恋意效应 亲子劇 你们对手的小朋友是多大? 五岁 麻烦或者趣事 其实都是小朋友 因为他们始终不是我们演员 他们有时真的控制不到自己 他们真的有苦水 他们很直接的 他们真的 我肚饿 肚饿 那他就不动了 然后有一次 我觉得很甜蜜的 那个画面 Martin很硬睡 他很硬睡 他要睡 但我们又在拍戏 然后Martin就坐在旁边 然后Martin就不断搬他的大腿 搬他的大腿 搬到自己 好像一个枕头 他就在枕头 他就在枕头上去 但是他的样子是 但他又在枕头上都不舒服 他就不断 又抖来又反来又反去 自己又弄一旁 又弄一旁 又弄一旁 很甜蜜 很甜蜜 你看他们真的很像两父子 他还很甜蜜 他临完的时候 他就送了一本 好像纪念刹那样 把之前有时间拍到的一些照片 就贴在纪念刹那里 送给你 然后送给他 很甜蜜 他也很甜蜜 他也很甜蜜 你也很甜蜜 他买了一个公仔 那些模型 那模型就是 造型有点像他在电影里 里面有一个扮相 扮相 扮相 好像Superman 是的 但是他还要自己DIY了一点 就是继续在电影里面的面罩 嗯 然后又剪了一张 他Martin的照片 黏在那裡 然后弄得很漂亮 送给他 然后还要用Charles的性格 去把公仔送给Martin 送给你 计划真的 我计划好了 我们应该没有小孩 应该没有小孩 哈哈 始终也是那样 你有小孩 你真的是很大的责任 嗯 我仍然也是那句 你如果不肯定 不清楚 你自己不知道究竟应不应该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养小动物 和生小朋友 你会不会觉得这小孩这么有趣 你会不会有 都很想做妈妈 如果可以生到一个好像Billy 就说的 你一定不是写包单 我不会想生小朋友 尤其是在现在 就是很难 就是这个世代 对啊 我觉得 对啊 好像 我和我自己真的 觉得太大压力 嗯 电影有时候 有时候拍剧 是啊 多线发展 都很多线的了 现在 其实没有什么分别 只不过是 看看哪个工作 遇上 就会做 嗯 嗯 又没有说特别 我要做 只是做电影 或者只是做电视 或者只是做舞台 我自己现在就会觉得 啊 拍摄对我来说就有趣 哦 就是那个刺激感强一点 嗯 但是舞台不是代表我不喜欢做 或者不想做 嗯 你拍过很多剧 即We Were拍过 《港事》 《港事》 第一个拍的剧 就是《港事》 《来生》 《港事》 《港事》拍过 We Were拍过 《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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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可能性啊 你看看他 首先呢 首先就是 就是 你一是就签他的合约 如果不是签他的合约 就是一些 guest的演出机会 其实真的很多 你也知道 有什么可能性 不多的 就是有 但是不多的 所以 譬如说 我太太她在台 仍是有合约的时候 是 那些阶段就是 我仍在剧团里面做着 是 那时候我又没有特别拍摄 不介意 不介意 我们舞台 我们舞台常常都一起做 其实不是啊 你看看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全世界 不过是香港比较特别 香港的 就是一直 那个表演事业 那个演艺事业 那个发展 其实就比较 比较有 独特的 风格 风格 就是很多时候 就会将电视 或者叫电影 分开了它 就是几个范畴分开 是啊 就是它很容易会 类似你 你是电视演员 电视人 你是电影人 就是 你是舞台 电视的人去做电影 他们又会觉得 你很有电视味 电视味 你是舞台的 你有可能舞台味 舞台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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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但是我又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一个做电视 或者做电影的人 就来做舞台 又没有人说他 为什么你这么电影款 影款 就是没有的 为什么这么有趣呢 我一直都觉得很奇怪 譬如你看大陆也是 大陆 很多一流的电影演员 其实都是戏剧学院毕业 大部分 有些是电影学院出来的 他们都会去做舞台 你看大陆电视的发展 那个剧的发展 其实 哇 挺浮勃 但是香港其实是比较 有我们发展的历史里面的 一种不同的观点 回到内地去做的 其实我想都是看什么 都是看工作机会 或者是遇上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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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